当地时间12月8号中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列亚德王宫 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穆罕默德首先代表萨勒曼国王 对习近平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对中共二十大成功召开 以及习近平主席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表示忠心祝贺 习近平指出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一员 也是多极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 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 近年来中沙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 中沙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更加凸显 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外交全局 尤其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 愿同沙方在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上携手前进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增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 中方坚定支持沙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稳定 支持沙特继续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方支持沙方2030愿景 绿色中东等一系列重大发展倡议 愿积极参与沙特工业化进程 助力沙特经济多元化发展 双方要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和沙特2030愿景对接 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中方愿同沙方加强能源政策沟通协调 扩大原油贸易规模 加强勘探开发等合作 实施好福建古雷乙烯等大型能源合作项目 中方愿同沙方深化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推进中沙集赞产业集聚区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提升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水平 拓展电子商务数字经济清洁能源高技术航天研发等领域合作 加强执法安全反恐和去极端化合作 不久前一百多名沙特中文学习者用中文给我写信 表达他们对中文的热爱 我感到非常高兴 中方愿同沙方一道推动两国中文教育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中方同意将沙特列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帝国 扩大双方人员往来和人们交流 习近平指出 中方支持沙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沙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加强沟通协调 当前形势下召开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和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将为今后一个时期中阿关系和中海关系发挥战略引领作用 中方期待同沙方和阿拉伯国家一道努力 使两场峰会成为中阿关系和中海关系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 推动中阿关系和中海关系迈上新台阶 穆罕默德表示 沙中关系十分密切友好 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经济保持蓬勃发展 沙方也在努力实现2030愿景 沙方期待同中方加大相互支持 共同致力于将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 必将成为沙中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推动沙中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更好造福沙中两国人民 更好实现两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沙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坚定支持中方为去极端化采取的措施和努力 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 以人权等名义干涉中国内政 沙方愿同中方继续积极共建一带一路 扩大贸易与相互投资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沙特工业化进程 参加沙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项目合作 加强在汽车 科技 化工 矿业等领域合作 感谢中方支持沙特绿色中东倡议 沙方愿同中方加强清洁能源 绿色发展等领域合作 扩大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 希望中方继续支持沙方增强中文教育能力 感谢中方支持沙特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 愿同中方加强在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调 合作应对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挑战 并就重大地区热点问题密切对话合作 为维护地区和平 安全与稳定 实现地区共同安全 做出贡献 沙方愿为促进阿中关系 海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我对沙中关系前景充满信心 双方同意将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 牵头人级别提升至总理级 两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 共建一带一路 司法 教育 轻能 投资 住房等领域合作文件文本交换仪式 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联合声明 习近平还在穆罕默德陪同下 出席了苏欧德国王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会谈后 习近平出席了穆罕默德代表国王萨勒曼 举行的欢迎宴会 丁薛祥 王毅 何立峰等分别参加上述有关活动 无论isés 零不是代表黑名为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